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在台湾大约有700多个 异国婚姻家庭 虽然有长期拘留的事实 却因为复杂的移民手续 让他们无法取得身份证 变成了黑户 他们在台湾 不仅没有劳健保和社会福利 更没有公民投票权 也因此在各种选举场合 听不到任何候选人 要为他们做争取任何的权利 因此有民间团体发起了 不合格公民参政团 希望为这群弱势的台湾著名 争取身份证 也争取投票权 58岁的黄先生 当年因为国共内战 跟着父母流亡到菲律宾 变成战争移民 后来父亲去世 他在1991年 拿着中华民国护照来到台湾 不过却因为没有户籍 不能申请身份证 因此就这样在台湾 过着没有劳健保的日子 而且一待就是19年 我来台湾 这中间会记得我牌的 菲律宾护照 你不是菲律宾 你是台湾 你是中华民国护照 我拜托 中华民国护照 我来台湾 台湾就说 你不是台湾人 我丢人 后来黄先生在台湾 遇到同样来自菲律宾的太太爱马 两人在教堂结婚 还生下一个儿子 因为太太是持学生签证来台 夫妻俩没有太多积蓄 再回菲律宾办手续 于是两人在台湾都预期停留 一家三口都变成了黑户 其实类似黄先生一样的黑户家庭 至少还有七百多个 他们在台湾有长期拘留的事实 却因为没有身份证 不仅没有劳健保和社会福利 更没有公民投票权 因此有民间团体发起成立 不合格公民参政团 希望为这群弱势台湾住民 争取投票权 我们在台湾有居留的事实 就应该享受有一定的社会福利 跟健康保险的权利 那同时我们也会希望 我们台湾政府能够废除 所谓的无户籍国民的制度 用行动剧说出他们远度来台的心声 毕竟日久他乡是故乡 他们希望透过修法 有一天能真正成为台湾人 记者赖水明蒋东翔台湾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